别动 打劲 接菜还是结色 当然是结色了 那还好 和我没关系 女儿 我就说小文他是个渣男吧 他根本就保护不了你 你 你是大山的妈妈 没错 你这个渣男 根本就不会和我女儿在一起 我是不会同意你们的婚事的 太好 这下大山就是我的了 这下小文就是我的了 大山 你这个金融镜果然好用 他俩都已经上到了 这样咱们就可以骗过他们的钱 然后我就能操控清你的彩礼了 太好了 可是我妈发现了怎么办 怕什么 你妈只看着钱 不会管这些的 谁说的 你们俩竟然为了彩礼能干出这种事 你太让我失望了 失望 那还不是你逼的 说好的彩礼是五万 你儿子要结婚 你就把彩礼加到三十万 你弟弟要结婚 你就又把彩礼加到四十五万 我要再不抓紧 你爸这又干二婚了 可你明明就很有钱啊 三年前我因为你酒 不让大山和你在一起 三年后你跑过来跟我说 结果这些年的努力 你的资产已经翻了一千倍 所以我才同意大山和你在一起的 可三年前我的资产只有五块钱 你现在就只有五千块钱啊 对啊 可你明明送我女儿那个iPhone 13 就不值五千啊 哦 现在谁还买新手机啊 同样要五千块 新机只能买到HOMY K50 搭二手机都能买iPhone 13了 像这台原价八战斗的iPhone 13 再赚了少五千块就能入手 而且人家是大平台 还保存一年呢 你爸搞破了 你 你气死我了 你给我滚 你以后休息再见我女儿 这就是你和小文最后见面的场景 对啊 警察同志 我不知道她会自杀 她的死应该跟我没有关系吧 是没关系 可为什么你的账户上会突然多出来六十万呢 我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这应该是小文的意外保险赔偿金吧 是你害死了她 你知道她拿不出彩礼 就你女儿所幼儿让她买了这份保险 然后把受益人写成你的名字 之后就害死了她 对吗 不是的 不是的 那是什么 其实 其实小文根本就没有死 她只是假死 你终于说实话了 你不是警察 我当然不是 我是保险调查员 你和小文事先骗补 我是负责调查你们的 这下 我又可以给公司剩下六十万了 我真是神探呐 此从我儿子被公司辞碎后 就整天幻想着给公司生气 你说这可怎么办呀 此从当年流产后 我老婆就一直幻想有个儿子 你说这可怎么办呀 此从当年我这儿子因为测不过彩礼 被女朋友他妈强行拆散以后 就一直幻想自己有个老婆 你说这可怎么办呀 写完爸爸写完爷爷 这故事解决起来也不麻烦呀 她说女方不要财力 不就没这些事了吗 真的 谢谢妈 我终于可以和你女儿大神结婚了 呀 哎呦妈 好帅了